说人情冷暖,素世间百态 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俗话说,五根手指伸出来,还不一样长 父母对孩子总是有一个比较偏爱 可公婆的指头到老公这里好像折断了 茫茫人海中,有些人就是可以一眼发现,秉施深爱上 第一次见她是在牺牲报到 在细部咨询处填写表格之后 她就被学姐分配出来,帮助我寻找宿舍和安置 她弯腰扛起我装被子和乳子的袋子 远远地走在前面,留给我一个背影 相比于前后左右聊得津津乐道的同学 我和她之间格外冷淡 不止好一切之后呢,她就离开了 第二次见她是在学生会招新处 刚从食堂吃完饭出来 被室友拉着去凑热闹就遇到了她 她还是和第一次见面一样 站在学姐背后指哪打哪 桌上的应聘表格用完之后 学姐朝着她喊道 林宇,表格不够了 你去部长那里看看还有没有 她好看的眼睛动了动 然后转身朝着外面走去 依旧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因为对她的好奇 我贴写了表格,递交了上去 每周的例会 她就会坐在最角落的位置 拿着笔默默记录本周的重要事物 然后一个人坐在办公室内 等着各班委报告归校人数 后来和部门里面的人熟悉了 才知道当初她进学生会 是因为善任部长格外关照 想让她和外面多接触接触 改变一下性格 可终究是徒劳无功 她依旧是原来的样子 不喜欢和人打交道 却格外的认真 对于每一个人吩咐的事情都很在意 久而久之 大家都喜欢有事劳烦一下她 第一次和她说话 是我进部门后第二次值班 她和我排在了一起 在纷针走向十二的时候 她喘着气跑到了值班室门口 开门的时候声音很低地说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她的声音很好听 是那种会让人上瘾的好听 值班室有一个小太阳 我们两个人坐在小凳子上取暖 她有些拘束地拿着笔杆乱暗 最后实在躲不开了 她抬头有些怯懦地看着我 你能不能往旁边挪一下 也许是我够主动 又或者是时间久了熟悉了 偶尔我们在路上遇到也会打招呼 她带我有些不一样 周围的人都看得到 总是开玩笑 她总是不说话 刚开始她会躲着我 被我追问了几次 她总是默不作声 后来也渐渐地不在意了 偶尔还会给我带他们老家的土特产 大衣光棍节 我们部门有举行聚餐 收完饭回学校途中 很多人都在告白 我们两个走在最后 我开玩笑地问她 有没有脱单的想法 花音刚落 她就牵住了我的手 笑得有些傻 昏暗的灯光下 浅浅的酒窝若隐若现 我们就那样走在了一起 她依旧沉默寡言 她每天去图书馆之前 多了一样工作 就是买好早餐 放在楼下宿舍阿姨那里 等我起床上学时 能够吃上营养早餐 她人有些木讷 却对我足够好 认识我们的人都说我很幸福 大学期间 我们的关系 也一直止步在学校范围内 她不说 我也不问 离校后 我们一前一后 走进了一家公司 在外人眼里 我们算得上 校园爱情的一段佳话 可我们之间的矛盾 已经慢慢浮现了 进公司的第一个星期 我遇到了林宇 和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在公司的外面吃饭 两个人的动作很清理 后来每次到午饭时间 她就消失不见 打电话也不接听 周围的流言蜚语 漫天 她迟迟不给我一个解释 最后还是她的一个好友 点拨之后 她才来主动找我谈 她说了一件 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让我第一次心疼一个男人 心疼 在那样环境下长大的她 我忽然想起我妈 曾经对我和姐姐说的一句话 她说 虽然你们都是妈的女儿 妈都爱 可五个手指伸出来还不一样长 妈是偏心你姐 可你爸不是偏心你吗 可在林宇的话让我知道 我指头伸出来是不一样长 可在有的人面前 那个不一样长 是被折断的手指 林宇家一共有六个孩子 林宇上面有三个已婚的哥哥 后面有一个弟弟 还有一个妹妹 她前三个哥哥 因为读完初中就辍学了 所以她父母就觉得 她也应该读完初中 就回家帮忙种地 她没有同意 高中学费是她自己 在工地打零工赚的 每次的不课费 也是她刻意时间做零工赚的 她父母因为她不听话 甚至有一段时间 不让她进门 因为她不听话 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 高中毕业后 她考上大学 村子里面有奖励 可前最后被父母拿去 给弟弟还有妹妹 报名上学了 后来大学每次的奖学金 一大部分都要给家里邮寄回去 否则父母就用来学校闹的理由威胁 我们谈恋爱后 她打工的时间越来越少 可好在学校周边 有补习机构 她开始兼职 一对一 赚了些钱 刚购日常花销 毕业后 她父母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 说她进了一家大公司 赚钱很轻松 总是打电话 让她给家里汇钱 偶尔小妹的生活费 也来找她要 弟弟和二哥 三哥 如今也要来这边打工 投靠她 最近 她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一直在忙 她红着眼睛 狼狈地蹲在地上 双手放在头顶 绝望地拽着自己的头发 她很无助 我们两个在天台上站了很久 仿佛冷风 能将心底的压力驱散 临离开前 看着她的背影 我握紧了手里的现金 怎么也给不出去 我知道 这是她在那个家里 唯一的存在感 我不能剥夺 在知道他们家情况之后 我提出了结婚 看着她红了的眼眶 抬手紧紧地抱住了她 原以为 要和我妈 费很多口舌 可我刚开口 我妈就让我将淋雨带回家 让家里人瞧瞧 要是人过关 怎么样都可以 我父母自己做点小生意 家里什么都不缺 她来之前 我千叮宁万嘱咐 让她不要乱花钱 可她 还是给我爸 买了一瓶好酒 给我妈买了 太太乐 静心口服业 我爸妈很喜欢 她对我的细心 同意了我们的婚事 她离开之后 我爸妈主动提出来 给我们在公司跟前 买一套房 结婚用 他们都说我眼光好 可这一切 在与淋雨父母 见面之后 就彻底变了 我们是自由恋爱 所以没有 没人那个环节 我父母做主 在我家附近 一个不错的酒楼 接待着他们 淋雨父母走进来 第一句话就是说 亲家 这也太浪费了 我们家可承受不起 我父母只是笑笑 没有结茬 原本以为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菜也是提前订好的菜品 刚上第一个菜 淋雨的妈妈 就转头问服务员 丫头 你们这里一个菜 多少钱呢 服务员说了一个价位 淋雨的妈妈 起身就给淋雨一巴掌 站在包厢外面的人 都听得到 值班领班 走进来询问 淋雨的妈妈 指着淋雨骂 说了让你回家种地 你不听 你看看 这都是什么人 这么贵的菜 我们吃不起 这媳妇也要不起 说完就一个人走了出去 好似怕我们让他结账似的 淋雨站在我父母面前 一个劲地道歉 最后 看了我一眼 欲言又止地 转身去追他妈妈了 为了这件事情 我父母也一肚子气 三天后 淋雨带着父母 来我家里道歉 她的父母态度180度转弯 对着我家里的东西 指指点点 迷你爱理的 说着我们铺张浪费 最后她直接说 可以让淋雨上门 只是我们家要负责 他们家每日的生活费 素来和蔼的父母 第一次在家里 发了那么大的脾气 我爸妈一度将我锁在家里 没收了我所有的充讯设备 家里的电话线 也被剪断了 他们让我和淋雨 彻底断了 给我介绍了很多 门当户对的对象 他们最后还是败给了我 我和淋雨结婚 没有任何仪式 父母只是将家里的一套房子 挪在我名下 然后给了我一些嫁妆 淋雨家这边 我也没想着能够收什么东西 我们婚后 婆婆只是送来了一些土特产 顺带送来了淋雨大哥的孩子 说是孩子得病了 要来城里医治 医院床位费太高 就在我们家接住 看在淋雨的脸上 我答应了 起初他们还很自觉 一个月后简直成了大爷 什么事情就得我伺候着 否则就在淋雨面前 一哭 二闹三伤掉 恰好淋雨正在升职关键期 我就只能容忍 后来我父母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他们来收房子 才将淋雨的大嫂和婆婆赶走 当天晚上 我妈就跟我说 老二 不是妈嫌弃什么 只是淋雨家境太复杂了 结婚不是一个人的事 他们家你应付不来 趁着现在没有孩子 还是断了吧 可看着淋雨一个人呢 无助地站在角落 我心软了 我想人心都是肉掌的 只要我们足够用心 总会感化他们 可我完全多利了 有些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 就是彻底的不爱 没有挽回的余地 我们结婚一年后 淋雨的父母忽然找上门来 一副理直气壮的 问淋雨要我们家房 说是要给她一个弟弟结婚 要不然女方不嫁 她用手指戳着淋雨的脑门 一脸不成气的样子 看着淋雨 你丈母娘家那么有钱 房子自然不少 你去给你媳妇说 给你弟弟一套 都是一家人不是 第一次淋雨拒绝了 以前的小打小闹 只要不不计到我呢 淋雨都会妥协 可这显然不让婆婆满意 她抬手就在淋雨的脸上 一下一下的扇 那样子就不像是在打儿子 而是在打仇人 我从厨房冲出来时 被婆婆的胳膊肘 撞在了小腹上 疼痛让我下意识地 蜷缩住身子 等我再次清醒的时候 就是淋雨 胡子拉叉地道歉 是我父母无声的责怪 后来 我家里成了 淋雨父母免禁的地方 这样的清静 并没有持续多久 随着淋雨的职位 越升越高 她家人的欲望 也越来越大 我们家很大一部分的收入 都花销在他们家人身上 这些我都没有在意 反正我也不差钱 而且就当是花钱 消灾了 后来我父母在新城区 给我和我姐 买了个连牌 说是以后有个照应 我知道那是我父母 害怕我再被淋雨的家人欺负 这个事情 还没有定下来多久 淋雨的哥哥 嫂嫂 弟弟弟妹 甚至妹妹妹夫 都上门 要我们正在住的房子 美其明月 不住也是浪费 不如给家里人了 最后 通通被我赶了出去 淋雨坐在一旁 只是挠头和无奈 我从来没有怪过她 因为我怕 要是我还给她压力 她真的会垮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在我们家 刚搬入新家后不久 淋雨的父母 竟然带着她的家人 叫妹以前住的房子 房门给撬了 一家人都挤在里面 这些保安打电话的时候 我给拦了下来 没有惊动淋雨 可我往往没有想到 这件事情 会是淋雨父母 捅到淋雨面前 淋雨的父母 还会去公司门口堵淋雨 说她不笑 说她忘恩负义 攀附上有钱人家的女儿 就不认父母 而淋雨又不是一个 很会便及的人 只能承受着 来自各方的误会 回到家里 又不能让我担心 只能洋装没事 作为她的枕边人 我也一直都没有发现 淋雨的不最近 还是女儿告诉我 她好几次起夜 都看着淋雨 一个人 站在客厅里抽烟发呆 她还在淋雨的公文包里面 找到了被分装好的药片 我询问了很多医生 他们都说可以保守治疗 让我带淋雨出去散心 我也偷偷地 找到他们的领导帮忙 可一切变故来得太突然 淋雨父母忽然带着他们家四个小孩 冲到我父母公司 要求我父母给他们的孙子孙女 外孙女找一个好学校 甚至还要求我父母在公司里面 给他们家人安排一个合理的职位 这件事情闹得很大 圈子里面都传开了 淋雨也知道了 她来我父母的公司 想将人领走 可却让她的父母一度失控 再度用心灵威胁她 她一个人离开了我父母的办公室 所有的人都没有在意 再次发现她的时候 她已经站在了天台上 等我们赶到的时候 淋雨看着我哭了 她跟我说 对不起 对不起 让你为我承受了那么多 她看着那么脆弱 可我的婆婆还站在那里质问她 淋雨 你疯了吗 赶紧下来 家里人可都指望着你呢 过你上大学不是免费的 在我还没来得及堵住婆婆的嘴 淋雨忽然笑了 告诉女儿 爸爸爱她 她就那样撒手人寰了 她从我的眼前迈出了那一步 旁边婆婆的指责 还有旁边人的唏嘘 一瞬间都消失了 我往前迈了一步 却怎么也迈不过去 这么多年来 我又何尝没有错 我错误地以为 她能经受得住一切 没有给她过多的关怀 我的家境又何尝不是她的压力 她拼命地工作 就是为了让自己 不那么配不上我 在我处理完她的身后事之后 我和女儿 在父母和姐姐的帮助下 去到了国外 家里面 林与父母知道的房子 也都买了 昨天 元旦女儿从学校回来 站在我身边问我 妈 我们什么时候回家 我爸一个人会害怕的 她那么单小 那么害怕家里人 不要她 那是她离开后 我第一次哭 是啊 小小的女儿都懂得道理 可我却不懂 她那么害怕的事情 我却一次又一次地忽略 我买了后天早上的飞机 准备回家 去陪她 好了 今天的故事呢 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 下次 与您的分享 我们下方